大家好,我是爱玉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暗区突围雷诺伊尔的飞弹到底是哪来的 暗区突围,神秘的托兰德财团 到底是一家什么公司 雷诺伊尔的防空导弹到底是谁给的 想不到吧 暗区里既然有人在背地里向雷诺伊尔出售武器 看过暗区剧情的都知道 雷诺伊尔受了鸣河诬陷 炸毁人道主义救援飞机 但好像没有人好奇过 雷诺伊尔的防空导弹究竟是这么来的 前线要塞有军业库 大家会理所应当的认为 是之前遗留在里面的 但白白我在国际服黑幕行动的PV里看到 这样一个进货单 进货单左上角翻译过来为 进口统计表 黑货物流处 而左边这个标志 就是雷诺伊尔带领的卡木纳卫士团的标志 也就是说雷诺伊尔的防空导弹是满来的 问题的关键哪 到底是谁将这样具有杀伤力的武器 卖给了雷诺伊尔 按照目前暗区的局势 有两个渠道 第一个可能就是他姐 虽然有些离虎 但胡塞东在沙姆里捡到了导弹 那我传奇背锅王雷诺伊尔 但暗区也能捡到一仓库装备 过分吗 那不过分吧 合理吗 很合理啊 但是说白了 就是撤回拉给的 第二个是雷诺伊尔向德尔文购买的 要说暗区进口武器谁更方便 那一定是德尔文 毕竟直接走水运方便的一匹 可是毕竟是防空导弹 无视枪支子弹 随随便便就能运送进来 先不说暗区是一片封锁区 德尔文能不能把这些武器送进来 老雷也没有这么高的经济史利益啊 并要采个农场地处暗区 大家第一次北山会议的时候 人家亚哥不管雷诺和阿甲 应该就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白贝拉觉得 大概率就是第一种可能 特维拉官方给的 当雷诺伊尔跟当时的北方军闹得很不好 大家按照现在的战局分析 雷诺伊尔是与特维拉合作的 背地里给点装备很正常 但是特维拉没想到 被黑金直接一招嫁祸 直接搞得里外不是人啊 以后就算帮助 怕谁里偷偷摸摸一点 并且在黑幕行动皮肥中 德维拉当局曾经否认过 向雷诺伊尔出售武器 有一种磁地无垠300两的感觉 大家觉得雷诺伊尔的防空导弹 到底是谁给的呢 托兰德财团到底是干什么的 你想过试剂到底是不是生化药剂 首先是明面上 托兰德财团肯定是一家正经医药公司 毕竟装也要装一装吧 这种勾当 谁也不能搬到台面上对吧 而这方面的业务 主要由托兰德财团 康兰医药公司负责 暗区中的STO战地处出套装 和STO急救套装 都是出自于康兰医药 而背地里托兰德财团研究 不是那么简单的 首先就是电视台地下研究 如果就是单纯的研究医药 哪用的叫暗区这种地方 不管医疗器械的运输 还是研究人员的招募都不是很方便 除非暗区有特殊不可期待性 以此这里无人管束 不用担心实验是否合法 而是这里的难民非常多 白白亚个人感觉是后者 因为米哈洛伊的审讯词中提到 关兰德财团在暗区行程的第一时间就赶了过来 因为这里有大量的原材料 而这里的原材料应该救死难民 而实验的成果就是S9赛季的理想国 取之柏拉图的经典著作理想国 讲的是柏拉图心中理想的国度是如何构建 这种命名方式 不得不说 暗区的官方是会讽刺的 遍地都有硝烟和战虎 而他们的事迹却叫理想国 那具体理想国是干什么的 我们可以推测一下 暗区里还有另外一个托兰德财团的研究成果 改良再生事迹 我们注意看介绍 这里是由大兴药公司生产 暗区里还有第二个大兴药公司吗 我们点开药剂的包装 游戏里可能看不太清楚 这里我给大家放大看一下 下面的英文字母在海外版的PV中出现过 并且药剂的箱子上是黑金的标志 黑金属于科伦 而托兰德财团同样属于科伦 所以大概率这家大型药公司就是托兰德财团 这个药品的介绍是这么说的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快速修复自身状态 另外感知强化剂和强心注射剂也是他们家的 国药功能就是提高人期的上限 这种公司药类似于保护产公司 表面上是国际超垄断企业 射击领域涵盖的药物、医疗硬件、活泡工业产品等绝大多数高新技术产业 但是真正的利益来源来自不为人知的高新军事科技与生命工程、生物兵器等秘密行业 但是117也曾说过暗驱不会出僵尸的模式 那理想国肯定跟普通药剂不一样 所以大概率是强化身体的试验药剂用于打造超级人类 科伦跟素梅克五元会有着说不清道五名的关系 这也就是为什么电视台明明被素梅克五元会征用了 最后却是托尔兰德财酸使用 为什么素梅克五元会的人道主义救援飞机 装着却是托尔兰德财酸的实验药剂理想国 科伦从一开始就看好了卡莫娜这片敌坊 什么南北战怎么调节化电暗区 或许一开始就是科伦的计划 他们想要就是在一片无人之地进行这些黑暗研究 从而大幅提高科伦国士兵的实力 我们回头看看科伦的介绍 军事大了是不是细思极恐 卡莫娜不是第一个也绝不是 我答案还是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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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案是一定的 我答案是个事 我答案是被诶挥得 我答案是分为了 我答案是一谈特瓦的